江西静安京县神秘墓葬 墓中竟有46名花季少女的尸骨 更令人震惊的是 他们居然全都是吃身裸体下葬的 甚至连一块遮羞布都没有 不过最让专家难以置信的是 在这些少女的头骨上 长满了绿色的水晶花 这究竟是什么神奇的东西呢 就在专家对少女的尸骨进行研究时 在他们肚子里发现了一些种子 却记录了一个千年前的阴谋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长按点赞加关注 那是在2007年的夏天 江西省静安县李家村的一位村民 在遗书山坡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大洞 这就让他力气提高了警戒心 毕竟他们这个村不大 家家户户都对彼此之根之底 就算是山里的一草一木 也十分熟悉 这个大洞明显是刚出现的 而且村里前两天还真来了一伙陌生人 还一直躲躲藏藏的想隐瞒自己的行踪 估计这个大洞的出现和他们突不了关系 于是这位村民立即报了警 警方在抵达现场之后 推测这可能与文物盗窃有关 又连忙通知了当地的文物局 很快就有一支考古队来到现场勘查 确定这个深达8米的大洞 就是盗墓贼留下的盗洞 而且这处地下确实存在一座木葬 其规模远远超出了专家的预料 为了对墓中的文物进行保护 考古队立即开展了挖掘工作 这处木葬占地面积约1100平方米 光是清高泥的封层 就有13米厚 其庞大的规模让专家欣喜不已 毕竟能享受这种规格的墓主人 那么他的身份地位必然不一般 甚至能达到王侯将相的级别 考古队员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才把这处墓葬的结构 完整显露出来 只不过在清理过程中 陆续出现的倒洞和不断涌出的积水 让一众考古队员的脸色都不好看 因为这说明墓葬的保存情况实在令人堪忧 甚至已经被盗墓贼给洗血过一遍了 但专家还是抱着一丝希望揭开了墓顶 不过尽管他们个个都见多诗广 还是被眼前的一幕给惊呆了 只见这偌大的墓室之中 竟然满满当当地摆了几十口棺材 这实在是超乎专家的想象 毕竟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 墓主人的棺果应该被放置在墓室的正中间才对 怎么会和其他的棺材放在一起呢 难不成这都是为墓主人殉葬的人吗 要知道在古代确实有殉葬的制度存在 一些权贵或者是富贵之家 在此时会精心挑选一些仆壁或家臣为自己陪葬 但是这种制度太过残忍 所以也早就被叫停了 而且就算是殉葬也有专门的殉葬坑 又怎么会和墓主人同在一室呢 当然专家还有另外一种猜测 就是这些棺果是墓主人的一棺 盗墓之风在古时就颇为盛行 权贵们为了防止自己的墓葬被盗墓贼破坏 就会为自己多准备几个棺材 用空棺做障眼法迷糊那些心怀不回者 但如果真是这样那些棺材也不会放在同一处 这和牧师中的情况也对不上 而且说到底这些也只是猜测 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 估计只能从棺内找些线索 考古队员把这些棺材仔细数了数 发现一共有47口棺 将其竟然挖出神秘殉葬墓 墓中竟有46名花季少女陪葬 更令人震惊的是 在这些少女的头骨上 长满了绿色的水晶花 这究竟是什么神奇的东西呢 这位惨无人道的墓主人究竟是谁 墓中又暗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其中有一口棺材的材质和做工非常精细 一眼就能看出和其他的不同 看来这就是墓主人的棺果了 只是这口棺果所在的位置也让人费解 并非是在群棺之间 而是处于整个墓室的东南角 专家看着这些整整齐齐排列好的棺材 把他们按照顺序编了号 然后在棺材边上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考古队员小心翼地将其拿下来 发现他的手感有些隐还带着些认旧 行李干净之后发现这是一张竹面凉席 即使历经千年上面的纹路依旧清晰 并且专家仔细查看一番后 才发觉这种竹面凉席 每个棺材下面都有 看来这处墓葬的主人确实身份高贵 也在棺材之下 还有一层厚厚的清高泥 可见为了仿佛当时的工匠下了大功夫 为了解开这座墓葬中的谜题 开关这件事也就提上了日程 但是在按照顺序打开棺材时 里面的景象让专家心里的疑惑更重了 棺中只有一副残破的骸骨 最让人震惊的是其头骨消失不见 但是脑髓却保留了下来 要知道这脑髓可是非常容易腐烂的 为啥存留的时间比头骨还要长呢 检测结果显示这具事故 是为正值方林的少女 就在考古人员为其感到唏嘘时 其他的普通棺材也被陆续打开 由于棺材常年浸泡在水里 棺内的物品被破坏得很严重 工作人员在清理之后发现 这些棺材里几乎只剩下尸骨了 最让专家感到不忍的是 这46具尸骨全都是少女 他们在棺内的姿态各意有蜷缩着的 也有低头痒的和双腿扭曲的 看起来显然不是正常死亡的 但是他们身上也没有遭到捆绑和受伤的痕迹 而且除了尸骨棺内空无一物 难不成这些少女是赤身裸体的下葬吗 就在专家对牧主人惨无人道的行为揪心时 工作人员在对尸骨进行清理时 才发现上面残留了一点丝织物 这些丝织品的颜色艳丽质感轻盈 想来应该是少女们死前所穿的衣物 紧接着他们又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那就是在少女们的尸骸之上 竟然长满了绿色的水晶花 起初专家还以为是他们的陪葬品 但是这些水晶花却和骨头密不可分 检验的结果更是不可思议 这些水晶花竟然是直接从头骨上长出来的 里面富含磷铁等物质 专家推测应该是他们死后身体里的一些物质 和环境中的某些要素产生了反应 但具体是什么还没有准确的定论 除此之外 专家还在少女们的腹部有了重大发现 原来这46名少女 在生前都吃了香瓜 所以在腹部和骨骸上都有香瓜残留 专家猜测这应该就是他们的死因 因为少女们食用的香瓜是有毒的 但是他们被毒死的原因 专家却没有多说 只是把目光移向了墓主人的棺果 在考古人员终于把棺盖打开后 江西静安京线神秘殉藏墓 墓主毒杀46名花季少女陪葬 不过最让专家难以置信的是 在这些少女们的尸身发出荧光 头骨上长满了绿色的水晶花 这究竟是什么神奇的东西呢 他们诡异死状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阴谋呢 里面的景象又出乎了专家的意料 这具棺果中竟然没有骸骨存留 只有一枚羊枝般的龙形玉被静置其中 其他的物品早就被腐蚀干净了 关于墓主人的线索是一点都没有 后来专家根据墓中出土的一些青铜工具和漆少 以及纺织所用的绕线矿 陶纺门等 推测少女们的身份应该是纺织女工 而墓主人大概就是纺织厂的主人了 可是一个纺织厂长 为啥能陪葬龙形玉被呢 后来专家根据史料 和这处墓葬附近出土的古墓 合理推测这可能是为徐古国君陪葬的墓 只是真相到底如何 还需要专家更深一步的研究 大家对此有什么不同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别忘了 长按点赞加关注 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